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日本都没有安倍的同向 但是在台湾要设立安倍的同向 我觉得这跟这个走入白宫说是一样 我都不知道我们是次次次迷递到这样的程度 日本日本没有同向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二战之后 他们觉得觉得对政治对偶像崇拜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同向在日本是非常敏感 但是呢安倍召会这一次来台湾 自民党内部都有不同的声音 这个是也是7月19号 昨天的报导是日本的讲坛社发行的杂志 周刊现代 它里面引述了一位自民党的干部 来评论安倍召会这一次访问台湾 因为他有一些随行的一些 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 比如说山谷啦 然后北川金夫啦 然后这个山田水迈啦 还有这个原田益昭啦 那他的评论就说 请问为什么是这些人一起去吗 没有更可靠更干净的人了吗 我觉得这话说的好重哦 更干净的是什么意思 好因为他的意思是这样讲 他说呢他们都是清安倍的保守人物 人脉 这里面呢山田的言论 类似网络的右翼常引起批判 而山谷北村原田 他们因为跟统一教的关系密切 而被视为自民党内的问题人物 所以我在看这一段话的时候 我在想说那你拉拢的安倍召会 而且拉拢的这一批议员 他会不会反而是走在日本 他们现在最担心的极右翼 而且是跟统一教关系密切的 其实日本的日本的自民党 他对于民民进党 最近这几年的时间 尤其在安倍之后 日本的自民党 因为因为安倍 安倍遇事之后 日本的派系就重组了 就开始进入到重组的阶段 那现在的 现在的时候首相当然在积极的 在收拢其他的派系 可是上一次 上次自民党的选党组 选他们的这个总裁的时候 就曾经有自民党的议员 强烈的质疑 民进党的介入了 日本的自民党总裁的选举 那所谓的介入 但并不是说直接给钱啊等等 而是呢 而是在要总裁选举的时候 日本的民进党 邀了日本的某些政治人物 到台湾来访问 他要的是谁 在当时呢 虽然是总裁的选举 虽然呢他希望不大 可是呢在派系平衡当中呢 非常微微妙的 叫做秋生田光一 秋生田光一 也是不久之前 呃郭台铭去日本访问的时候见的人 因为他跟他跟产业比较有关 那他们认为民进党在玩 自民党内部的派系政治 你看到他跟极右派的人 这样坐在一起排排坐 对 所以日本的自民党的内部 因为他的派系很很复杂 基本上日本的政治就就是自民党的内部政治 其他的这些的政党 其实影响力非常非常小 但是在台湾的民进党一直想要让日本帮助日本的极右派 或者或者呢让日本的直右派呢有更大的影响力去表达自己对日本派系的偏好这件事情 日本的内部的派系的龙头人物是有感觉的 所以民进党在玩日本这件事情要非常的小心 他跟赖清德呢不断的去抱美国大腿跟奉行刚讲的抱日本也是小 哥哥爸爸真真伟大 一方面赞美爸爸一方面的赞美哥哥 可是哥哥爸爸对于这个台湾这这个小弟都非常有意见 他说舞台上 whatever 还要那么多的 这边是 synthes这些小弟��